這個款式原來在賣的價錢都是無Pay的單位 而且價錢都是6000多到8000多之間一個Fone 現在什麼價錢呢 現在我們在這個位置就是77個Fone的兩Fone單位 28樓 單價就為到5900萬一個Fone 總價是45萬左右 三樓這個位置就有一個很便宜的平台可以給大家用到 到時就直接在這個露台這個地方就開一個門出去 成廢地方大家就可以養花、種、草之類的 用寵物仔都可以的 出去一點就可以蒙到一個山的景色 剛才說了這個風向這個景色這個跡位還有一套五樓的位置 現在是深樓 五樓蒙出去會舒服一些 6個、87個Fone就只有兩套深樓 10深左右這一邊有的 這個就是正林鄉 正林鄉 夢到一個圓林景色 剛好這個其實都算是雲海 當然是高一點好 不過目前就沒有高樓層了 我們等一下會去圓林下邊去行 還有一些管理費 停車位 停車派等 這些都會全部介紹好 給大家 給大家 給大家更清晰的了解這個本的情況 還有結論vektor 還有結論vektor stal貨 散任的 大家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是喜加东,今天来到了维阳高铁站附近的一个楼馆 今天是7月4日,中午的时候发展商出了一个活动 所以是很惊天劲爆的一个活动,所以我就立刻过来 拍给大家看7月4日,下午这个时间段 现在这个楼馆位置比较不错,即是来到维阳高铁站直升距离是4公里 正常驱车出去大概是7公里左右门口,有巴士可以直接去到高铁站 或者沙田地铁口都有 这个楼馆原来卖的价钱都是无期的单位 而且价钱都是6千多到8千多之间一个楼 那现在什么价钱呢? 现在我们在这个位置就是77个楼的两栋单位 28楼,单价就围到5900元一个楼,总价45万左右 45万多就可以买得到这个单位 整个小区现在目前还有些单位总共是39套 39套,雅居六花圆的第二期了 正中收现楼首期给个几千元就可以了 五千到八千之间,几千元 剩下全部都去做按揭 总共有五个職位,我们现在是77个楼的 还有些是86个楼,还有些是92个楼,100个楼和126个楼 两栋三栋和四栋全部都有 总共39个单位折后的总价是一千九百 几万就九点了 所有的单位加起来的单价就是五千八百多个楼 即是几乎都是五千八到六千多一点的重体 最贵的那套是六千一百以内全部 六千一百以内最平的那套是五千七百多 一个楼就可以了 等下我们也会介绍一些圆林,管理费,交通和 他楼下的商业配到单单的信息给大家 所以会很清晰地拍到给大家看 我们就先介绍这个单位 首先这个朝向是东南朝向的 这个位置是梦证山景 有些不利因素要跟大家先介绍一下 首先有一些高压线塔 大家看会否接受到 然后有一些墓地 我看到有两三个三四个 下面这个位置是一条高铁线 即是往那个方向过去大概四公里 就是围阳高铁线 我刚才看到有些高铁经过的时候 这个速度其实是很慢的一个重体 因为造音云可以接受 大家到时到现场来感受的时候 看看可否接受到 这几个不利的因素要先跟大家解释清楚 这个位置之前在卖三盘的时候 卖的时候是万一几到万二几之间 现在就是六千元左右就可以卖到 按照之前的万一几元的价钱来 中收来做他的大堂做他的圆林等等 这些配套设施的 所以其实质素也算是比较不错 我们等一下介绍给大家看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首先这个路队就是麦白阔 长度的话大概是三麦左右 变成了一个路队大概是五点几个风 到时这边就可以放洗衣机的位置 东林朝向都算比较英俊 我们在人门口的地方就开始介绍 两房的单位是这个 等下还有其他几个单位都会去实体楼 给大家介绍给大家 首先我们走到电梯间这边这个位置 两部电梯五火的 一出电梯这个地方都算是比较光明 到不错的一个位置 下面这边就有一些圆林的配套设施 我们看到有运动场 其实下居路这个小区本身就有会所 免费的业主会所 猫羽毛球 棱球 泳池等这些全部都是有齐的 而且是免费的 首先交付的时候 智能所持给大家 进来之后就是厨房 厨房也算是不酸阔的 但是两房来说 两个人一起煮食都没问题的 油烟机和煮食炉都配好给大家 到时大家需要做一个消毒碗櫃 这边就可以放一个冷气冰箱 冰箱 灯门冰箱一箱门就放不下了 然后就有一个推拉门 进来之后到时这边就可以放一个鞋櫃 做到顶 最过来呢 我们看到一个 虚羹 一二三四 四块砖最多一点 一块砖是八十四八十三米二 大概是三米三几这样的实际的虚羹 这边是餐厅 都算做OK 用到四六人位没问题 沙发就到时放在这个尾封 正面就可以梦到这个山景了 我们看到一个场面就是有做了一些颜色的特备 是有些米红色 吊顶天花就是白色的这个乳羹漆 大家如果是等下觉得这一种景不太合你的情况 我们等下其他单位是另外其他座的 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是第九座 还有一些是十一座 有些是十二座 有些是十三座 那些可以看回原景 或者其他景色 可能大家会更加有兴趣一点 不要紧 我们继续看 首先这里就是第一间房 这间房的阔度非常之阔 这间房是按照老台保见的 送了一半职 所以这间房其实我看到 其实几乎有差不多十三个房间左右 正常好像主人港 但是它不是主人港 它封窗都封好给大家 正常现在的发展商 按照老台保见 都绝对不会配封窗给大家 现在封窗都做好给你 放到两米大床都绝对没问题 很阔 还有很多的空间 可以放到写字台 梳松台等等 这些位置 可以看到园林景色 和山的景色 这间房子不会有西斜 这间房子是东北向 其实整个单位 一点西斜都没有 这个地面配置的是 丰木式的 但是它是地砖 不是地板盒 厕所 空间很足 林玉根、座室、石桌室 全部配好给大家 主人港朝东南向 都是两米大床 两个床 一个第一床 空间都非常足够 和大家计算 这种七十七个风 目前就流层 都是有得选的 我刚才说了 总共有三十九个单位 所有的职加加买卖 只有七十几个风 有流层选的 现在我们在二十八楼 总共是三十三层 除了顶楼之外 二十八楼 或者二十八楼 以下加加买七十七个风 这种单位 大概有十几套 应该是十七八套 其他全部都是其他的职位 然后我们就 到园林里面 下面去介绍其他单位 给大家见 我们来到第二个单位 九十二个风 现在是十二座 现在是三楼 这个单位的特色 就是它有一个超低的大楼 其实这个三楼 的几个几个职 都有很低的这个大楼 这个单位 三零四号房 九十一点二个风 即是九十二个风 单价五千九百多 截实总价就是五十四万 这种单位还有一个五楼 五楼的话就是五十四万五千九百二百多 反而五楼比这一套 五楼比这一套三楼的单位 便宜一点 因为三楼这里有个大楼 首先进来就是厨房位置 这个厨房和刚才的七十七个风的厨房的空间 几乎相同 这些到时它发展商会重新收拾 包括了这些门 卫生全部都要搞清楚 搞好给大家之后 最够给你的 这个空间会更加阔一点 一二三四四块盆 差不多有三米五左右的这个幅度 餐厅也会更加阔一点 九十二个方 然后现在三楼 三楼这个位置 就有一个很大的平台 可以给大家用到 到时就直接在路台这个地方 就开一个门出去 成废地方大家就可以 养花、种草之类 用些小宠物都可以 出去一些就可以看到山的景色 刚才说了这个风向这个景色 这个租轨还有五楼的位置 现在是三楼 五楼看出去会舒服一点 看大家 看大家如何去做这个选择 这个九十二个方的三房 首先就是厕所位置 深段式的厕所 有一些暗暗 因为现在天气已经晚了 有三个六点 然后就林浴庚座座 和这个洗手池 全部配合给大家 第一间房 这个是按照路台报件 都是送了一半职 空间都够了 麦白床绝对是没问题 继续看这个第二间房 这间房是小一点 飘穿了全震送 我看看路台和逢间的潮向 是什么潮向 南向有少少的西 但是现在五点四十多都没有 油工可以小到进来 即是不会西斜 南向少少的西 即是正林差不多 米五重了 这间房是小一点 主任房 九十二个房 做三房一次 是比较浪费 正常可以做两次 两个底床 两个从头柜 一个底柜 不过性罪 幅实的空间 非常之够 在这个地方 不能出去 到时大家平台 做些花花草草 自己的结束 舒服 姿势度就会更加更加高 九十二个房 三房一次 五十四万左右 有套三楼 有套五楼的单位 OK 继续介绍给大家看 继续介绍 12座的02号单位 100个方的南北通透单位 整个39个单位 100方的 这种即是只有这一套 在这个地方进来 到时这边 就可以做回 刚好做回一个鞋柜位置 转进来 首先第一间房 和这间房 西斜 西斜西斜 那边西斜 可以放到安焦老台部件 送一半职 放一个1米5重 1米1重 可以的 继续看南北对楼 这个空间 和刚才的92的差不多 都是去到3米5 到时梭化 就放在这一边 这个位置 不过流柴局 就是低了些 刚好的树 已经平齐了 在这个位置 这个中间 是个圆南 对 有点西斜 这个主老台 已经是西北向了 西北朝向 即是西北那边 东林 所以就是 林北对楼 这样的重体 那个庚架是不错的 楼层是低了些 这边做一个 餐楼 里面是厨房 这边有个楼层全增送的 这边是圆南的位置 三房两次 第二间房 这间房 这间房大一点 就没有太阳 进来 好很多了 西北向 麦白床 可以的 这间房也挺好 空间足够 这个第一个厕所 新段式的 林浴巾 座翅 洗手池 空间都够用 这边是主人套房 也有窗 林浴巾 座翅 洗手池 这些全部都配好 有个窗 主人缝 主人缝 朝番东南向 蒙尼园 和山景 都是矮了些 因为有些东西 会执到 那位置 是个箱铺 这一边就是 南向 正南 差不多 这个座翅 就比较猛 越南出去 看一些山的景色 这一种感觉 就要得高楼层 就没有了 就只有这一套 和大家看一下 价钱 心灵二号单位 100个房 单价5700 5700多 总价57万左右 首期都是几千元 但全部都可以做按揭 好 其实这个心楼 这一套 刚才说了 那边有个 92封 还有一个是77个 封 还有一套是 100 我看看 100多 12座 还有一套是 92个封 77个封 还有 100个封 是这一套 另外那几套 也有个大平台 可以给大家用 一个平台 也几乎有百多个封 喜欢这一种 三楼大平台的单位 5900左右 就可以在这一层 12座的这一层 去选择 其他座数的单位 全部都没有大平台 只有12座的三楼 这几个单位 79 92 99 这几个单位 有大平台 给大家 这一套没有 其他的两三楼 都有 OK 有兴趣要大平台 到时可以过来演场 看看 OK 我们继续介绍 还有一个13座的 86个封 和126个封 但是拍给大家看 我们来到最后的两个单位 现在是近13座 是流网的位置 前后都是园林中心 这一套可以看见 体育中心 其实颈色也算是比较美 这一座就是两叻四伙 两套87的 两套127的 两套现在都在卖 这一边是西边位 这一边是东边位 主路团应该是正南向 进去看看 87个封的三楼灯位 这一边都有个锁匙 智能锁 转过来 这一边是厨房位置 AO型 有个窗 可以看见一个圆林 这个圆林也挺帥 在这个李公鞋的情况下 是吧 圆林 有些山景 这一边的厨房是朝东向的 主路团是正南向的 这一边有洗手盆 然后煮食炉 消毒管轨 这个流油烟机 全部配好 到时这一边就可以放一个雪柜 放在这个位置 到时门就这样开就可以了 这一边可以放一个 两双开门的雪柜 这一边就可以放一个餐水 这一边也是三米五 左右目七 大距 沙发这样放 对着这一边就是圆林 景色 八十六个 八十七个风 只有两套深楼 十深座 这一边有的 这个就是正南向 正南朝向 梦到个圆林 景色 刚好这个其实都算是 雲海 当然是高点 好 不过目前就没有高楼层 我们等会去圆林下边走 还有管理费 停车位 停车法等 这些都会全部介绍好 给大家 给大家更清晰的了解 这一本的情况 这一边就是个厕所 这一边的房间 按照露台报件 做到个米八大虫 米五虫 一个重头柜 一个衣柜 这一边的景色 挺漂亮的 朝冬向 太阳在这一边升起 所以下午这个时间段 也不会有西程 这个方案做得挺漂亮的 挺好的 继续看 第二间房 这间房 比刚才那间更小 ptions 放到外面五重 铁得摆落 玻璃拆落 到时会继续看看 这间房 这间房 第三间房 这个厕所够大 缺点 只得110个厕所 但是 优点 两根房都不滑 其中有这里小 三间房都不错 两间房 两间房 朝林 一间房 一个西斜 两米的大虫 两个中 梳柱地 屋某 迅柜 全部都有空間可以放得到 多漂亮 這個87個封的 看看價錢 都是五千多 五千十三座 87個封 5900多差不多六千元一封 03比04比較貴一點 因為這邊是東邊位 東邊位那邊是西邊位 所以那條會便宜一點 但相差都是幾十元一個封 87個封總共只有這兩套 其他全部沒有小 6千元一封 總價達到五十二萬 我們就繼續去看最大積位 也是最後一套單位 介紹給大家是127個封 127個封也只有兩套單位 就是這兩套 01和02 01是西邊位 02是東邊位 更加是一模一樣的 進來看 在這個位置就獨門獨戶獨戶 有個鞋櫃的位置可以給大家擺 轉過來就第一間房 這間房就有一些西塵 露台布建 送了一半職 放到5重 一個重頭櫃 一個衣櫃位置 可以看到圓南的景色和體育中心的體育小公園的位置 景色也算不錯 可以看到入住率也算是比較高的一個狀態 封窗也都封好了 繼續看那邊的廁所 有空間介紹 這邊就是一個親廳位置 親廳可以擺放一個帝圓 可以坐到8天或10天都沒問題 這邊這個空間 大家到時有興趣可以做到一個定制的酒櫃 這邊的景色也算是比較帥氣的 轉過來又是廚封例子 小U型或L型有個底窗 這個廚封應該就是朝北向 正北向 廚封這個窗 這邊留到一個位置可以放雪櫃 這些都是高府標準給大家 這個廳就闊很多 1 2 3 4 5 5 8 4米 不到4米 3米 9 這個空間也算是非常闊 整個廳的 好好風 通風效果非常棒 超級大露台 這個露台很長 有差不多7米的長度 超長的這個露台 闊度大概是6米到7之間 所以整個露台有差不多10 應該是10個風左右 送了一半職 大家到時有需要封窗的話 也可以封了它 其實露台有一部份 會被前面這個單位擋住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看的87個風的單位 這一邊的風向就是潮南向 正南向的這個景色 雖然樓層是低了一些 不過幸好就勝罪 剛好前面有樓的中間有些縫隙 所以看出去其實都可以看出一些 山的景色和圓林景色 看出去其實舒適度也算是高的 繼續介紹 裡面還有三間房 總共有四間房 第一間房 望潮北 望圓林 1米5床 這間房 挺好 好市正的一間房 這間房更加大 前面這三間房 這間是最低的 可以從頭這樣放 望圓林 還有一些新的景色 這個房間就直通外面的大露台的位置 繼續看看這邊轉過來 到時這邊可以利用 大家可以放一些東西在這個地方 藝術品 書籍 畫籍之類都可以 主人房的空間都非常足夠 潮南向的 一邊可以做多個衣帽巾 做一個衣帽巾 這樣轉過來 一邊做一個衣帽巾 很大的衣櫃位置 這個廁所很闊 看到這麼多單位 這個廁所最闊的 是不是 很長 這個差不多接近2米的闊度 長度有差不多2米多 然後可以夢分圓林的景色 坐廁、洗手池全部配好 整個主人房 這面窗和那面窗一打開 就可以形成臨北對流的重體 整個單位的通風後果 和取公局局面 現在都6點多了 取公其實夢裡 都感覺到 都算是比較舒服的這個狀態 那我們到路徒巡邊 可以跟大家來 稍後 介紹一下這個單位的情況 一百二十 哪有人看樓 有些吵 一百二十六點幾個風 一套是五千七百九十四 一套是五千八百七十二 總價是七十三到七十四萬 四間房 臨北通透 大露台 首期幾千元 正宗完樓 多好 不錯的 我們所有職位就全部介紹完成 我們去圓林行 做總結和商業配套 溝通這些 都和大家介紹 讓大家更清晰的了解這個樓盤的情況 大家見 好 我們就錄了 這裡就是一樓的入戶大堂 高度就不是算高的 這個最多都是四米 三米多的高度 不過都算是寬鬧舒服的 地下有兩層停車場 大家可以租借兩百多一個月 現在都可以買的 車位就是兩萬多元一個 有診權的 行一個圓林 管理費是兩個一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小區的入住的人數 其實都算是比較高的 而且圓林行下去是 舒適到其實真的很高 因為四周圍是山 空氣質素都非常之正 那些圓林真是經過設計的 你講真現在這些山虛發的樓盤 如果它迷到 屁價屁價屁價之後 幾千萬一封之後 它的圓林絕對是沒有經過設計的 這種是真的給了設計費 給中修設計公司給了費用 才可以做到這麼漂亮的 這個圓林景色 真的好像公園一樣 外面有一山 很清淨的這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種米過來 其實可能度假 養老子 空氣質素有這麼不錯的情況下 其實真的可以 可以過來 這個地方真的可以的 入則寧靜 出則繁華 這種感覺 因為屬於惠陽區 出去幾公里 就是淡水的主城區 老城區 外面的商業配套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等下都會恒復到大門口 去到大門口商業街 給我們介紹一下 商業配套 樓下有沒有東西買 有沒有食物 買下菜 究竟豐不豐便 總真這個樓盤也有些缺點 我們看下來 只有七十多樓 有多樓層選擇 但現在其他單位都只剩下三樓 除了九十二個封的 有一套 這個挺漂亮的 有一套九十二個封的一套五樓之外 其他都是一二三樓的重體 甚至二樓都沒有 一樓和三樓 三樓有些特色 特色就是有大路桌可以給大家用 大路桌可以用花種草 當然沒有產權給你 即是公共驅迴 但我們可以近水樓層先得月 都是這樣 在大陸裏面 分證老層是你那一夥 在你的位置包圍住的時候 你想拿回來自己用 是絕對沒問題 所以其實是挺有趣的 當然這也是針對於部份客人 因為這個平台可能會有些垃圾 或是有些人怕到時要打數 或是很長時間才過來一次 所以就比較麻煩 所以就看大家的這種選擇 不過我想 如果到時有多些選擇的情況下 其實現在這個樓盤也有賣到四期無批的單位 現在當然是七千多元 這樣價錢 六千八到七千八之間 我認為這個價錢也有優勢 對比出去的有一個樓盤叫做 碧桂園南鎮山城 那裏在迷近大宗室是一萬元 九千八到一萬零八百元之間 差不多這樣的價錢 在這裏相差差不多 四千元一個房 就變成了差不多一套買兩套 接近買兩套的重體 所以其實真的很便宜 雅居六這個品牌 其實大家清楚的 三鄉雅居六 應該很多香港人都知道 以前很多人去三鄉買雅居六的盤 雅居六有專車 在替子出發去三鄉 不過現在有很多客人 即是將自己三鄉或中山珠海的盤 賣了之後就賣回維州 因為這邊的交通會更加豐便 有很多選擇 譬如說我們坐高鐵 西九過來60分鐘 100元飛駕可以到惠庸鎮 坐公交車過來 或者坐的士過來 也是十多分鐘就絕對可以到 這個門口一出來 就是這個商業街 除了這一承牌商業街之外 這一邊也是商業街 這個門口很大 1.2萬火的大社區 超級無敵大 它有別墅、高層、商業、會所、學校 幼稚園、小學、初衷、高中 全部都在這個屋苑 自己入面 這裡 所以我覺得是值得大家過來看看 雅居六雖然現在是有些 發展商是有些資金問題 但至少怎樣說都好 它現在這些樓都是現樓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去擔心 說它交不到樓 會不會臨美這些問題 所以其實確實是可以值得大家過來 看看這些單位有沒有興趣 開頭都說錯 總共39個單位 有興趣的話 真的要花一點點時間過來 因為你先到先選 所有的單位價錢其實差不多 差不多 相差一百幾十元一個風 所以你選一個漂亮一點的 或者想要特指定的三房 或者指定四房單位的情況下 就真的要提前一點過來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些肉店 有早餐店 有一個陰樂福的新鮮超市 這個都很便宜了 裡面應該是很多東西買很多東西吃的 屋苑這個其實有一個巴士總浸 這個雅居六在自己屋苑裡 巴士總浸 巴士總浸可以去沙田地鐵口 可以去惠庸高鐵浸 去到淡水的主城區等等都可以的 長者坐公交車其實是 巴士是免費的 所以其實都值得大家過來看一看 不如攝影師就推到裡面去 給大家看看裡面有什麼介紹 淡水的車子 我們可以去好看 我們來洗乾燥 我們來洗乾燥 讓我實際上 完全不動 所以我們可以去封印 就用我來洗乾燥 我們現在就出來到這個房間下面的巴士總鎮 它是總鎮來的 所以上車不用騎到 走過來的時候睡著了也不要緊 他到了一站司機一定會叫醒你 馬上下車了 有幾條公交線 我們下車到這裡 它有經過惠陽的高鐵浸 惠陽高鐵浸 大家可以看到 經過淡水的主乘區 終點是來到沙田地鐵口 所以我們在地鐵口或惠陽高鐵浸 分離到屋苑都非常之方便 直接上車就可以到終點浸 這裡還有另一條線 另一條線是淡水的主乘區 雅居路花園同樣 666這條線路的線路名叫666 剛才叫做深圍2號線 雅居路有到好而多 好而多就是淡水市城區的文漢花園 文漢花園的盤 現在是萬寧幾一封 文漢花園的好而多的商業超市 這裏就是往惠陽方向走 這些反正有惠州的居住席 乘這些花園公交車也不用錢 在我們的前鋒DD就是學校 我們看到上面寫著 惠陽的第五中學 即是初中和高中都在裏面 小學亦都在裏面 小區裏面有幾所有幼稚園 亦都配置齊全 在這裏我們看到雅居路的會所中心 這裡有室內的臨球場 羽毛球場 乒乓球場 即是業主都是免費使用的 所以其實是很棒的 現在很少一個本會做成這樣 登陸的會所還在運營 不過裡面的設施就有些舊 不過是免費的 如果想要用的話 直接在這裏就可以直接進去用 還有一個很有多超市 其實整個屋苑 我們行到的時候 可以看到路面 其實那些車是非常多的 到哪個位置都是泊滿車 不過我們剛才走出來的地方都是 日住路都算是雲可以 這裡這種灰色的 顏色就是現在迷近的第四期 六千八到七千八的毛皮價錢 前鋒這個位置就是別墅區 別墅區 小區是哪些泳池 商業配套 溝通 全部就介紹清楚給大家 在我們這邊的風向 這邊的風向 這邊的風向 大概是兩公里就是碧桂園的南浸 山城 我們這裏去到惠陽的高鐵浸 大概是 我測給大家看一下公里數 這裏是十七 惠陽高鐵浸 路線 打車 架車過去就是六點八公里 六點八公里的這個距離 來到惠陽高鐵浸 這裏就是南浸山城 我們在這個地方 後面這些都是山來的 看到都是山來的 所以這個身體環境其實都算是比較不錯的一個重體 大家如果有興趣過來看樓 可以通過屏幕上的二維碼 或者直接打電話給我們 我們一起過來看樓 我們現在有包摺 包餐 包餐 給大家 周圍其實很多盤 我們全部都有對理的 三盤、二手 都有做的 有興趣到時就可以看多幾個盤 我們在頻道裏面都拍了很多很多的順盤 靚盤 可以在裏面去看看有沒有更加適合你的 可以拿出來一起對比一下 說真的整個大阿灣惠陽區 五千多元帶來徵雙修 現樓有這樣的溝通環境配套 只有這個 真是認真夠細皮 有興趣 我們在駕駛時間過來看一看 好了 這一集介紹到這裡 有任何問題 我們隨時電話聯繫 下集再見 拜拜